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GPT搜位子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声音客龙工具 那么咱们之前呢说过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 它依然是这个声音客龙这个领域里面 效果最好的工具之一 至少在免费工具里面 它确实很少呢找到跟它相媲美的 这个工具确实不错 那么它在这个版本呢就已经更新到了V2 它比之前的V1版本呢做了一些提升 然后呢又对语言的支持呢也增加了 现在呢它支持这个英语、日语、韩语、粤语和中文 然后呢这个模型的训练时长呢也增加了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看吧 这边下面就不说了 直接看项目 这个是它提供的安装包 直接解压就可以了 它5.3个G 然后解压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启动文件 这个 双击打开 这个稍等一下 这边会出一个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呢会自动打开 它会自动出来 那么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这个使用界面呢跟之前的版本相比呢也有了一点变化 这边有个中文教程文档 这个文档呢非常的要紧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它告诉我们说这个V2新增的一些特点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底膜的训练集增加到5K 增加了这个韩语和粤语的两种语言的支持 这个咱们之前有好多朋友问粤语有没有 现在有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 它这边提供了很多的知识 比如说这个Mac教程 这个项目它是支持Mac的 但是不支持A卡 如果你是Mac系统的话 需要你自己装 它这边也说了 一键包 是这个M系列的芯片 如果你是M系列的芯片的话 那么它是有这个一键包的 这个你可以直接下载 我也会把这个下载一个放到网站里面 方便大家去下载 然后呢就是这个 如果你是这种不是M系列的卡的话 那么你需要自己手动去装 这个手动装的话 就看大家能不能看懂吧 还是有点费劲呢 然后呢这个下面啊 最主要的是这个 问题与报酬合集 就是大家的使用过程中 遇到类似的这种错误的话 那么你可以来这边找一下 能不能找到这个对应的错误 然后它这个每一种错误呢 都会有一个修改方法 所以这个文档呢 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 写这个大家自己看啊 然后我们发回工具这边了 接下来就说怎么样去使用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声音样本 这个工具的声音样本呢 它需要的时长 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准备了一个 要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它这个工具呢 你不需要准备太长时间的 这个声音样本 停一下 清理港口 准备进攻间谍大师 记住 我们的目标是削弱赞达拉帝国 消灭部落目标人物 希望他们的国王可以投降 保护人民不受伤害 这个声音样本就听到这 它是这个魔术世界里面 吉安娜的一个语音 好 然后呢 关掉它 然后呢 这个作为声音样本 然后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声音样本进行处理 先开启这个第一项 点一下 那么它会重新开启一个新的界面 这边呢 我们是要去做这个人身伴助的分离 以及这个去混响等等之类的 其实这个后面这个不是太常用啊 因为你自己找这个声音样本的时候 你就找这种声音比较干净的样本 那么这边就打开了 然后呢 这边选择模型 大部分情况来说 选择这个第一个模型就可以 这个音频文件夹的目录 这个咱们来选一下 这个是音频文件夹 直接把路径拷过来 这边的话是人生的文件夹 以及背景音乐的一个文件夹 它这边这个文件夹呢 指的是这个 这边output在这儿 然后呢 我把它拷出来了 我新建了四个文件夹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也可以直接使用它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换一下这两个文件夹 找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复制一下 把这个路径替换掉 这边呢 你选这个WAV这种格式 然后呢 点那个转换 这边稍等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边出了一个提示 说已经成功了 那么我们来文件夹里找一下 这边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这个声音 一个呢 是背景音乐 当然这个的话 可能没什么背景音乐 咱们听一下 这个是声音 好这个就是声音 那么这个是背景音乐 咱们把它删掉 好这就是这个 人声伴奏的分离 这一步做完了 然后把它关掉 翻过来之后呢 把这个关闭一下 点一下 这一步呢 会释放内存 如果你不关这个的话 那么 刚才那个页面 所占用的一些资源 会一直在 然后呢 咱们下来就是做语音的切分 这个切分的路径 可文件 可文件夹 那么这边呢 我建议大家都选文件夹 哪个文件夹呢 就是这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切分后 子音频的输出根部 这个是默认的 也是这边 这个output里面的 这个文件夹 我这边呢 还是选择 把它用另外一个文件夹 来替代啊 选一下 把这个替换掉 然后这些呢 不用改 全部保存默认 然后我们点这个语音切割 这边稍等一下 大家看 语音切割中 然后呢 它默认选中了 下面两个文件夹 它把这个 这边输出的这个根部录 然后呢 自动填到了这边的 一个输入文件夹路径里面 其实这个项目的一个特点 就是 上一步的这个输出 往往都是这个 下一步的一个输入 所以说 它这边呢 做了一个自动化处理 你这个上一步的输入 直接放到了 这个下一步的输出里面 在之前的版本呢 这一步是需要自己去填的 它这个VR这个新版本呢 它做了一个自动处理 这个就方便很多了 好 这个就应该是做完了 语音切割做完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对不对 刚才的这个语音呢 它切割成了这么多文件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下一步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语音降噪这一步呢 它不是必须的 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如果你的声音本身就比较干净的话 那么可能不需要做这个语音降噪 那么相当于这一步你可以略过 省略了这一步之后呢 那么这个上一步的这个输出 它就相当于是这一步的输入 如果说你这边做这个语音降噪处理的话 那么这个输出会等于这边的输入 这个咱们给大家做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语音降噪 点一下 大家注意看这边这个路径啊 这边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个输出结果 它已经变成了这边的一个输入结果 我们这边忘了改了 把它改一下 应该是这个文件下 然后这样把它改过来 然后再来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路径啊 不必自动填到这里 这个填过来了 这个就对了 然后下一个输出 我们同样来改一下这个路径 然后呢 这边是需要大家去选择的 就是你这个需要把它转换成什么样的语言 这个是中文模型 只有这么一个语言设置 可以是中文还有粤语 两种选择 然后假如说你不是中文的这种语言的话 你可以选下面这个多语种 多语种的话模型就多了 这个的话大家默认选择最后一个 语言设置 这个你可以自己选了 中文英文 日本韩文 然后呢 粤语 因为我们这边是中文 所以我们改回来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启离线 批量 这个呢 我们稍等一下 好 完了 然后这边点一下 它会开启一个新的页面 这就是这个打标文件里面的内容 大家看这个文件里面 就是我们那个每一段语音对应的一个文字 然后这个呢 我需要我们去手中做一下修改 看看有没有错误 从头开始吧 然后这个点一下 听一下 清理港口 准备进攻间谍大师 记住 随便这个文字没有问题 但是缺了表点符号 我们把表点符号加上 准备进攻 间谍大师 记住 然后呢 我们做下一个 我们的目标是削弱赞达拉帝国 消灭部落目标人物 这样就可以了 下一个 希望他们的国王可以从小 保护人民不受伤害 你之前一定没举行过葬礼 这个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该给你补办一场 我只警告一次 没问题 要转船头 回港口去处理死者吧 否则你们马上就会葬身海底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船长 这个地方加个表点符号 就该趁我还没出手 赶快逃吧 我把你们引来外海 没问题 只因为你们在这无处可逃 他们只是想激怒我们 让你因此而犯错 我们不会让他们多承担 非让他们知道 袭击库尔皮拉斯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地方有问题 然后再来 母亲 我需要你要动我们的步兵和一师 你们的部落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 这个按钮是保存 点一下 然后还有下一页 给大家看一下下一页 下一页还有一个 听一下 保存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文本的交验就做完了 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文字 大家看加上了标点符号 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 记得把这个页面关闭 也是释放内存 这个咱们第一步就做完了 就是数据集的给采集 然后做第二步 这边有这个信号 有信号的地方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填写的地方 当然这个版本的话他也做了自动化处理 这个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填一下这个模型的名字 这个名字我们叫吉安娜 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起 然后呢这个V2这个不用改 这些都默认的 然后这个呢他已经帮我们填好了 所以这个呢也不需要你去修改 下面这些呢全部保持默认 然后呢直接点开启一键三连 假如说这个开启一键三连之后呢 这边报错了 那么你可以一步一步来 大部分情况来说一键三连就足够了 那这边需要点时间 这个咱们稍等一下 那么这边他跟着我们进程结束 这个就做完了 然后呢我们点下一个 这边有个微调训练 点一下啊 这个呢做训练之前呢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边的参数 主要就是这个需要调整 这个则是根据你的显卡来的 你显卡好的话 比如显存大 那么这个值你可以调大一些 如果显存小的话 那么这个你就调小一些 我这个是2D显存 然后6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是调小一些 我就用4 然后呢其他这些保持默认不用改 全部不用动 点这个开启训练 这个训练完了 这个花的时间的并不多 大家看总共走的这么多进度条 每个都是差不多15秒左右 然后呢我们进行下一步 这个呢同样也是啊 这个6我就不改了 然后呢直接进行训练 这边训练完了 提示完成了 那么这个咱们训练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推理 这个推理呢就是咱们实际应用 点这个刷新 这边呢会出来你刚才训练的这个模型 当然我们这个选最后一个 这个也是最后一个 这个是最新的 然后呢点这个开启 这边稍等 它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如果你想推理速度更快的话 你就把这个勾上 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那么这两个呢是我们刚才选择的两个新训练好的模型 然后呢我们需要搞一个3到10秒的参考音频 这个咱们选一下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 经过降噪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去找一个这个声音 就用这个啊 我们把它拖上来这个声音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它的声音的文本呢把它写到这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你这边这个参考音频的语种 就是你这边是什么语言 当然咱们肯定是中文了 那如果说有其他情况的话 大家自己选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是你填你需要合成的文本啊 那这个咱们随便找一个 这边我正好看了一个新闻 然后就拿这段话吧 好就这个啊 7比0就这个大家都懂 然后呢这边需要合成的语种 它是可以跨语种合成的 比如说你这边是中文 所以出来直接是英文或者日文 这是跨语种的合并 然后呢这个怎么切 这个大部分情况下默认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最后切出来你发现最多声音的声音效果可能有问题的话 比如说中间有一段话给漏掉了 或者有些字跳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别的这个切除方式 那么这些保持默认啊 咱们点这个合成语音 这个就需要稍等一下 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总共加起来10秒钟吧 然后呢我们听一下 2000名2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 低足首人中国男足客场0-7不敌日本男足 这让很多球迷感到失望 从而失去了看9月10日国足对沙特比赛的信心 由于9月10的比赛在大连举行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出现了大量售价仅为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的大连主场名票 有的门票甚至低到了10元 多人小刀价为9元 可谓十分之惨 这个声音大家听到了 跟这个吉安娜的声音呢是完全一样的 再来听一下这个 只因为你们在这无处可逃 这两个声音呢是几乎是听不出来有任何区别的 它这个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这边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多音色的一个混合 这个咱们做个演示吧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使用 这边有这么一个声音 我们就拿它直接拖进来就行了 它会拿这个音色呢和这边这个音色做一个混合 直接点一下拖成音音 然后来听一下 二千零二十六世界杯 亚洲区预险赛十八强赛 C族首文 中国男族课程 零解期不敌日本 这个效果就这样 这个混合了一个音色之后呢 这声音就变成这个德行了 所以这个功能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 我们来看 有一个音色的 是最方的的音色 是最长的音色 是最大的音色 就是最后的音色